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许多人都是看着成龙的电影长大的 现在成龙已经超过60岁 但是依然活跃在影视舞台 而事业上十分成功 身价上了百亿的成龙 想必他的坐价也不会差 而你知道成龙一家都开什么车吗 成龙的妻子林凤江 据说他开的是一辆劳斯莱斯古斯特 这样车的价值在600万左右 整部车子看起来霸气十足 相对的其他的豪车身份 车的动力配置也是相当给力 采用了6.6升双五轮子压发动机 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到500瓦力 采用8速自动变速箱 最高时速可以超过250千米 成龙的儿子房总铭 房总铭最喜欢开的车是日产尼桑 这款车的名字是GT235 被称作是日产战神 价值大概在200万左右 这款日产战神的性能突出 据说可以秒杀兰波尔西尼 法拉利在他面前也会感受到汗颜 成龙的作家第一款是三零豪车 第九代三零ECO 这款车全球限量50台 而且是被成龙两身打造的 因为车标上还有一个用繁体字写的龙字 车身线条犀利流畅 个性十足 除了这三款三零豪车之外 成龙的更好一部兰波尔经理冰浮车 这部搭载了6.6升 V2发动机 价值大概在700多万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3秒多 当然这部车自千好能 称多出成龙功夫隐心的身份 这些车型你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